這個蠻奇怪的 因為眾議院沒有版本 然後眾議院要全面改選 他們根本都在忙選舉 對啊 誰有空離你這個 所以根本不可能有 參眾兩院的聯席會議 不過參議院有可能表決 因為參議院改選只有三分之一 可是外交委員會 到全院雜印一定會變多 為什麼會覺得拜登在玩小軌跡 因為拜登30年都在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 是啊 他熟得很 所以他們想幹嘛 拜登會不知道嗎 所以這個有兩種可能性 一個就是這些參議員要對台灣交代 OK 所以他必須要這個時候就提案 反正你台灣笨笨的 你就以為好像有進展 可是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他一讀才一讀 一讀就把敏感的東西都拿掉了 對 所以後面有可能加進來嗎 還是不可能 只會越改越不敏感 沒有啦 這個一讀就是絕意了 你怎麼可能再拿進來 他就全部都拿掉了 所以就隱含著拜登就可以說我白宮努力有效 所以老公啊 我有努力 奇怪你不是說行政立法不能互相干涉 培洛西來你管不了 就可以去擋 這個議員的 叫逼這個議會修改法案 這個美蘭德茲是拜登非常好的朋友 對啦 而且來台灣的那個馬雞 馬雞他是投反對票 事實上對 反對票5票 5票裡面有1票是馬雞 沒錯 4票都是民主黨 對 這個保羅啦 所以我跟你講還有一種可能性 那如果這樣玩就玩更大 就是參議院全院投票啊 有1%以上的人反對 可是過了 嗯 這樣你聽懂嗎 我懂 兩邊都有交代 這樣就意味著拜登有否決權 那啊啊啊啊 可是他過了 對 我兩邊都交代了嘛 過了就 坦白講這個就炸開了啦 對 因為北京不可能等你 等到參眾兩院 明年1月6號 眾議員上任之後再來幹嘛 他一定要示警 當然 雖然參眾兩院聯席會不會開啦 可是參議院過這個就很有指標性 如果就意味著 明年如果1月6號之後 新的眾議院來 新的參議院來 我重新來過 嗯 可能也是這個結果嘛 對 對不對 嗯 不可能重新來過比這次更糟嘛 就基本上就這次起跳了 因為目前看起來 參議院的改選變動幅度非常小 非常小 參議院不會 眾議院變動會很大 眾議院會比較大的變化 可是拜登11月不是要跟習近平見面嗎 對啊 那他就有籌碼了 他等了好久呢 他就有籌碼了 之後我可以搞定這個案子 那你要不要跟我見面 因為他本來沒有什麼籌碼 可是我是習近平 我是習近平 可是講過嘛 創造一個東西 對啊 可是我是習近平 我也不要跟你見面 都會被你騙 我跟你講 美國打台灣牌 向來都是這樣 對 那個籌碼都是自己創造的 對 可是他都會被你騙 你們都講太文理了 就是買空賣空 對啦 對啦 對 然後 從台灣這邊不知道得到什麼 旺旺水神抗菌液 他在整個的霧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 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購 還有這邊有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氣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